赵露丝创造了历史,肯定了95班的顶尖,沉者远用独特的黑色摩托风格战胜黑夜。 在华语娱乐圈热闹的世界里,95年出生的演员被认为是一股宝贵的人才, 而在他们中间,赵露丝的事业和影响力不断增长,引起了强烈的关注。 赵露丝,以他的精致美貌和高水准,证明了他是95后小花的最佳代表。 除了吸引人的外表,他还拥有一个充满开放的事业和前途, 使他成为了年轻演员队伍中最受评价的明星之一。 根据最新的数据,赵露丝不仅凭借出色的演技征服了观众, 还因为他与粉丝的亲近和友好而受到欢迎。 他获得了超过两万次的超级点赞,成为了95后第一个突破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里程碑的花旦。 这不仅是他的个人成就,也是赵露丝在现代娱乐圈的巨大魅力的体现。 赵露丝的印象不仅停留在超越同龄对手的事实上, 还与其他知名艺人进行了比较。 在此之前,只有迪丽热巴一个来自90后演员的女星, 才能达到如此高的超级点赞数量。 赵露丝不仅是他这一代的强劲对手, 也是一个新的灵感来源,为华语娱乐圈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在过去的几年里,赵露丝在各方面的成长和发展都为他的名声做出了贡献。 他不仅是一个有才华的演员, 也是一个因为独特和真诚的个性而受到粉丝喜爱的名人。 他证明了,通过努力和奋斗, 人们可以从一个杰出的年轻演员成长为华语娱乐圈的一个标志。 赵露丝不仅是当下的热门名字, 也是对其他追求艺术梦想的年轻人的鼓励。 他的水准和超级点赞是这位年轻艺人在观众心中的强大吸引力的证明。 陈哲远用独特的黑色摩托风格战胜黑夜。 时至今日,年轻的演员兼模特陈哲远不仅在电影界展露头角, 而且通过他最新的商业摄影展示了他独特的时尚品味。 最近,他的工作室发布了一组充满摩托黑色风格的照片, 在时尚和摩托热爱者中引起了一阵新的风潮。 这组独特的照片不仅展示了陈哲远的创造力和艺术眼光, 还介绍了一种新颖而强烈的摩托车风格, 充满了夜晚的氛围。 在夜晚的黑暗中,一组超级摩托的优雅轮廓浮现出一个英俊的男子。 皮加克加段列的美貌看起来非常酷。 选定的黑色摩托车既考究又精致, 不仅是交通工具,还是时尚和美的象征。 引人注目的是皮加克和段列的美貌之间的独特组合。 陈哲远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生动的艺术画面, 凸显了他的阳刚之美和力量在夜晚的空间中。 皮加克成为一道亮眼的风景, 凸显了陈哲远见美和优雅的身材。 皮加克的线条和边缘使图画变得神秘而迷人。 这表明陈哲远不仅是一位著名演员, 还是时尚的代表, 为观众带来有趣而新颖的体验。 断裂的眉毛成为独特的点缀, 创造出一种充满个性和时尚的外观。 断裂的眉毛与黑色摩托车的完美搭配产生和谐感, 凸显了现代男性的自信和力量。 这组照片不仅是陈哲远展现自己多样艺术天赋的机会, 还是时尚世界中创造性和创新的要求。 摩托黑色风格已成为一种新的象征, 战胜了黑夜, 并证明了即便在黑暗中, 艺术家也能够闪耀光芒。 通过这组照片, 陈哲远不仅证明了自己多才多艺的才华, 还向全球的粉丝和时尚爱好者传递了有关自信、 美丽和强烈风格的信息。